苗栗泰安中心村司马县部落的居民 推着拖车 到部落旁自接的山泉水管旁 轮流将水桶装满 再推到家中使用 因为树立台风的侵袭 除了让林外的道路中断之外 也让水路和电力中断 居民抱怨冰箱里的食物都已经发臭 从12日开始停水 即使乡公所针对饮用水分配 一户一箱的矿泉水 但居民根本不够喝 那一些水混 比较混一点的水 我们可以洗菜 可是你不能拿来煮 只喝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 我们昨天叫那个 我们有叫 可是他们昨天送的 四十四户里面一户一箱 那那个是小瓶的 怎么能够供应 昨天开始我们也跟消防局 做一个协调 希望消防局能够协助来送水 但是问题是沿路上的这个道路呢 掏控的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消防局的消防分队的那个车呢 也没有办法马上来供应水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村 八个村的所有的检疫自来水 到今天中午以前 他们全部都已经送到我们本首 会整之后下午会做一个一架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们就会尽快 这个明天就请我们的开国会议 自来水分就前面来去做一个抢修 香港客户永表示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 预计17日会进行抢修 目前已经和消防局联系送水 但是由于道路的掏空严重 消防车无法通行 会将水先送达商工所后再转送各村 另外针对饮用水的部分 会陆续加强运送矿泉水等物资给居民使用 记者等地步8号苗栗台湾采访报道